本节目由90玩具 Poletown Store赞足播出 有玩PTCGL的线名 可以到Poletown Store购买序号 输入代码SKYLINE 可以享5%折扣哦 哈喽大家好我是天线 今天的单是大量发生 原本不莫文的单卡 突然学长成高 好多人在收 究竟什么原因都会在这个单里面说明 今天要来介绍的是原本就超稀有 但近期赛场出现几率变高 而且多了一套新的战术可以打 那就是世界赛的参赛特点卡 冠军庆典 不过今天这部影片不是要吹这张卡有多强 而是要来述说其评价的替代方案 那么在进入这一题之前 还没对的帮忙订阅一下吧 会员机制开启了 若想提前知道当然发生的卡片 可以加入来观看会员心理文章 冠军庆典经营场卡 自己的场上6只宝可梦的玩家 在每一盒时刻使用一次 可将自己的所有宝可梦各恢复10.hp 投入这张冠军进典的就是沙奈朵叶克斯 以台湾赛场最高的成就就是少年组冠军 而这张除了让放逐狗魂眼有压力外 在之前功能影片有提过 由于沙奈朵叶克斯的竞艺场只有两张 且不是随时能下的那一种类型 相对冠军庆典就较不被限制 能让对手的竞艺场不要用的那么舒服 但就竞艺场方面的替代方案 就是功能这张支援者 在抽牌的同时也能丢弃竞艺场卡 另外三一年报有了声波阵后 也能较减缓这个情况 这样看来竞艺场的问题似乎有解套 那又是什么原因引发冠军庆典的关注呢 飘飘球 勇气护服 是的 就是上星期介绍过的组合 藉由沙奈朵叶克斯的特性 也能给飘飘球 加上勇气护服增加HP 好让他在5颗能量后能打出300点伤害 而只要有了冠军庆典的加持 恢复10点后再用沙奈朵叶克斯贴一个能 就能让上一只15打到巅峰的11个 借此打出330的伤害 你可能觉得300跟330差不多 但这却能直接突破MIMAX的HP 包含梦幻MIMAX 雷姐艾乐奇MIMAX 球雷姆MIMAX 铝光龙MIMAX等 也能在内战运用飘飘球打对方的沙奈朵叶克斯 许多原本要拖到两回合的输出 缩短再一回合达成 借此达到顺利 但冠军庆典的取得难易度不是一般的高啊 去年英国伦敦世界赛的台湾代表游以外 剩下的就只能从海外的网牌上拉 于是就来到这部影片的重点 有哪些替代冠军庆典的方案呢 1.野餐兰 收入在猪叶克斯的U卡 这张卡是能恢复双方所有宝可梦HP30的物品 也能让胚巴球的HP来到激素 不过因为多恢复了HP20 需要多填到一个能量 才能将伤害指数来到11 相较冠军庆典来看 前期有机会因气排区能量不够而断招 不过也是有优点的 他能同时恢复场上说HP30 在应对购会员方面也能较全面 是最接近冠军庆典的替代方案 其次就是遇上少数的谷底怒叶克斯 也能恢复他所放置的伤害指示物 让我方特性也能跟着恢复 2.4-10 收入在四维机当的U卡 当只使用他一张的时候 将战斗宝可梦恢复10点HP 4张的话则所有宝可梦回满 而我们牌组中单单只需要一张就足够 在必要的场合 浪拍霸球能打除300摄氏点的伤害 3.伤药 从日月剑盾到珠子 许多起始牌组都有收入 优点就是最容易取得 不过没有野餐蓝奶的多方面 好了 今天的介绍 你有觉得漏掉什么吗 欢迎留言在这讨论 喜欢没的话可以帮按赞拜托 新观众也记得订阅支持哦 影片结束 拜 拜拜 by bwd6 by bwd6